12月23日 高健身完去接孩子 这个底儿 越显葱 还行 一季 周六不是孩子要他们同学 一位家长总是搞活动 结果今天我看天气预报要降温 要下雪了 烦死了 跑呗是不是 下雪不是不能出门 今天炖了个鸡 挺好 炖的时间要长 玻璃瓜炖 炖的时间够长 那个味儿 炖出来鸡油味 但是那个 好像我把那个水煮成了大概 剩三分之一了 所以三碗水煮成一碗水 煮完之后 那个厚 但是味儿确实很鲜 有点像鸡筋那种感觉 哎 给儿子留了一些 晚上给他红烧红烧 一会儿接上他之后呢 把他读音给他调出来 看看他问他看不看 还不愿意看 想着 享受着看着 普通的这种路上看 觉得很匆忙 一会儿躺在那个床上看 我刚才和一个随便一个群里边一个人 聊了几群 我发现有什么问题 就是我吧 就转变很很就是欺负特别大 一个想法 就会让我这个心情波动非常 狗一只猫一只 就是你说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是所谓的阿尔兹海默罩 真的是人家是随便 就会因为一个想法的转变 而变成另外一个人 他的行动啊 他的这种 做事情的出发点 完全就不一样 去提什么事我就不说了 挺无聊的 是 关于孩子睡玩的事 哎 哎 但是 我又不想给我这种初衷啊 我不喜欢和人抖抖 今天啥书没看 昨天这个人看这个二二炮手 这两天就干啥了 昨天晚上交儿子 这么学习 我端路的时候应该看出那个表情了 就是有点生气了 我感觉他没有好好想 但这有可能他真的是想不出来那么简单的事 那我他真想不出来的时候 我还跟他翻脸的事就我错了 一会儿我再跟他聊聊 看他有没有伤心 什么 哎呀 他这种成长期啊 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好好的跟他 多跟他交流交流 因为人他那个想法 特别是年轻人像我这么老了 总天这些想法都忽上忽下的 然后呢 你说他这不够总天不知所措的在生活 我用不应该多体谅体谅他 好了 等儿子 这点一分钟 今天做饭的时候 听那个王冬月讲 又把他那以前讲老子口子那段 听了一段 就说老子讲的这种 无为啊 往后他真的是无为啊 那不是说是让你就是 管理人的时候喝大茶是不是 给下半人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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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这种自主权利啊 或者说你治理国家的时候一个一个这个那个 如果按照王冬月的这种理解的话 他真的就想你什么也不要干 甚至往后缩 那无意中又符合了我这么浅薄的这种 观点是吧 人类的这种 无耻 我认为因为现在无耻啊 包括一开始我录这个视频 就是一开始几个月 我就说 人不应该往前走 应该往后缩 你都看到了现在就是在 因为欲望 确实是鞭策着我们往前挪动 在走向深渊 我们为什么要赚那么多钱 为什么要让孩子去拼 比别人过得好 为什么我孩子不能去去去干最底级的工作 只要他过得快乐就好 首先他能想明白他社会真的是快乐 而不是快乐给别人看 但是快乐给别人看是我们的生存 是我们的繁殖需要 是要自己有这种竞争力 把自己的基因传递下去 所以这是最本质的一个需求 不可能会改变的 改变之后就会直接导致这个人死 像我这种状态 老师现在要调整自己 给自己一点安慰剂啊欺骗也好 让自己这个基因不能放弃我 这摊肉 基本就东西想吧 好了